渴望年老 不知从何时起 非常注重容颜的我 开始不再关注自己的皱纹和白发 华语美幅在我眼中 也不过是粉饰太平 多一道皱纹又怎样 天几根白发又如何 在我的眼中 这都是佛爸给我的讯息 孩子 你已在回家的路上 我渴望年老 新年的终生 已不再是对逝去岁月的缅怀 春节的祝福 在我的心中 已不再是对新一年的祈祷 那都是佛父对我的召唤 孩子 你离老爸又进了一步 我在极乐等着你归来 我渴望年老 当我老去 并可以抛却工作的牵绊 每天到念佛堂 和懂我的人 说只有我们才懂的话 和我的同餐道友 谈法言欢 那将会是何等的快意 我们也许是世人眼中的异类 或者是他们认为的傻瓜 可就算他们那样认为 又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我内心知道 从念佛的那一刻起 我已是弥陀心中的无价宝 念佛人的世界 他们永远不会懂 时间的脚步啊 请你快些 再快些吧 你可知 我已归心似箭 我渴望年老 生生佛号 心系弥陀 笑傲娑婆 心归极乐 南无阿弥陀佛